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全等值的 全世界都行 老外都行 老外都行 他只是暂时利比亚的不长 奥巴马的同乡都行吗 行啊 奥巴马这么优秀 他同乡长得跟他不一样 不是 长得潜力问题 所以他是下一届肯亚总统 你也不知道 肯亚总统 肯亚总统 几个老婆呀 是南非的总统可以有几个老婆 对了 但专一还是重要的 所以不管在嫁人之前 但是 又婷就跟你讲啊 房价在降 徐老师 最近在香港买房子 他们说呢 再等等 说也快要降 有这个说法 对吧 你想哦 不是吗 有降 但是是不是降到 我们可以买的价钱 我一直都觉得是个问号 那么但是大陆 降的据说厉害啊 当然我没有调查 我只是看新闻 因为呢 已经出现了说 上海一个楼盘 房价急降三分之一 就是说这个这个 甚至有有消息讲 这个北京也是啊 北京新建楼盘呢 在这个半年之内吧 好像说是 也是这个降了一个队 反正这个 而且你可以看看照片 你可以站照片 徐老师 这是你们上海啊 上海龙虎 你知道吗 业主造反了 砸了那个售楼处的 沙盘 你看再看下边 就砸了嘛 说我们血本乌龟了 所以你看 楼价涨的时候 我们冲击售楼处 楼价跌的时候 你看他们就 游行啊 退房 退退退 其实我现在觉得 你看现在北京新建住宅 价格连续四个月 停涨 停涨 就是实际上 我现在觉得 他们碰到了香港人 很熟悉的问题 你对吧 你过去就是一直以为 房子都在涨涨涨嘛 涨涨涨嘛 你说老百姓到底 愿意涨还是愿意降 香港是一半一半 香港的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香港的住住 就自己拥有房子的人 跟租房的人一半一半 那么所以呢 这个社会不就争持吗 但是肯定是有房的 这批人的力量大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有权 所以你看香港啊 他那个工屋 现在在提倡 又要盖居屋 但是有这个 梁振英说三万五 那个唐英年说三万 那为什么这么谨慎呢 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记得 董建华曾经说过一个八万五 对对对 为此大家就名分 那你知道在外面的人 看来不是很简单吗 多盖一点居屋 这是公屋 就可以使那个房价下来一点嘛 但是在香港 它会导致这么有 另外的问题 它一下来呢 它银行就会有问题 整个金融体系就会有问题 整个经济就会有问题 所以明明知道这个房价 是这么贵的 对老百姓是不利的 甚至说是不值的 但是全社会 都得撑着这个东西 对啊 这个朱镕基早就警告过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 他在深圳 他就说过 香港的今天 就是你们深圳的明天 其实现在正在兑现 现在内地的房价 尤其是大城市 这么往香港的方向赶 将来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总有一天 他们会发现 要是房价真的跌了的话 这个引起的社会动荡 可能更大 因为我知道 我周围的很多人呢 他们已经拿他们的房子 当成他们的有形存款了 对 就是他们存款 他们在银行 没有什么钱了 大概基本百分之八九十啊 他都在房子上 是 所以我觉得那是 已经是一个 把房子当做投资 就是我们以前买首套房 第一套的时候 你不用管他房价跌不跌 我就是要一个 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吧 自个住嘛 所以既然自个住 他可能是十年 十五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管他房价在这一两年怎么样 他是十五年后的事情 我只要先立在 就是有个基地这样子 这是最重要 可是现在所有人把第一套房 同样当做是投资房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个房价很紧张 他高高低低的时候 你就会心情更有多 不是还有人心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 有的人说嘛 你是做了局长 一辈子是局长 嗯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辈子做过 你曾经做过一个官 比方说你到过局长 后来你不做局长了吧 但你总觉得你是局长 是 你也希望人家还叫你局长 哎 对不对 有的啊 有的 我不说有的 我的朋友的父亲 就是老干部 他这是 他说啊 他这老干部 叫现在的习惯啊 每天呢 他们家的人烦死了 三代同堂嘛 老干部拿来 人民日报啊 就圈怨 这个儿媳妇怨 这个小孙子怨 然后家里 看完了 笑什么 他跟老爷要汇报 他真是过这个瘾啊 当局长的瘾 对 我也见过这本人 后来他退休了以后 到美国住在女儿家里 在加州的沙漠里 真是闷死了 没错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好像是 区长还是副市长 我什么忘了 所以你记住一个道理 他如果他曾经做过副市长的 你以后他再退休了 你还见面 你还是得叫他某某市长 没错 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经济上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曾经有过个房子 他曾经有一度人家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房子值八百万了 你就 你就 你就记住是八百万了 你不管你当初买来可能是三百万 可能是两百 你就记住八百万了 所以哪一天人家跟你说 现在六百万了 他就觉得很大部分 所以可是投资有风险 竟然是投资 不不不他不 他不觉得是投资 他觉得这是他的身价 这是他的身价 每个人心里都已经 现在很多人悄悄已经 因为这个接受加法很容易接受 嘴里发发牢骚 你问他说 你的房子现在值八百万了 他肯定回答一句 我只有一套 再讲有什么意思吗 但是如果说明天人家告诉他 那八百万现在只值四百万了 你看他是个什么反应 诶 又婷我倒突然发奇想 你说女人心中 对于她找到过的男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她曾经比如说 跟过一个男人好 游奢入检男生 对对对 是不是会有这种曾经沧海难为水 就以后再找谁啊 她心里会拿她曾经有过的这个男人 我觉得难免了 难免你肯定是会比较一下 早知道上次那个 我可能生病的时候 上一个男朋友是包了鸡汤给我 你怎么就只是旁边买个粥 就是你恐怕还是心里面 会有一些比较的问题 你像那个 我记得毕加索的女人之一了 毕加索的女人之一 毕加索的女人之一 毕加索死了之后 她就一年 就在他们那个房子那坐着 天天在外边 就在门口那坐着 然后一年以后 好像在毕加索的生日 还是死日那一天 自己也自杀了 她心里可能就有一个 曾经沧海难为水 就是说 再也找不到一个 能够折磨我到这个程度的男人了 会不会是 女人会有这种心理吗 是有可能 所以那个什么 我妈也常跟我讲说 你要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 你妈很了解你的过去 她就说 你不能一直把外面 过去的 不管好的不好的经验 当作下面一个的借鉴 这样的话 你永远没办法 很很开齿 就是干净的去认识一个人 你看 人们对房子 尚且都难以做到这一点 对于男人更难了 是吧 说的容易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又停整天做天下备网罗 所以对大陆的房地产也很熟悉 是吗 对我们有关心 因为我们最近做到一个新闻说 因为宏观调控政策 就是发挥功效 大家房价跌了吗 然后开始整个房地产的市场 就没有这么灵活的运作 那银行就有太多呆账还不出来 因为太多人拿房换房啊 来做投资 所以呢银行现在也没有办法 有钱再借给你 不敢借了 所以现在这个 听说连手套房的贷款 很多地方像沈阳啊 北京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发了 就even你是买第一套房 他也不给你 不然就是把年龄率变成25% 好高 就是那像高利盖一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大家不要去借钱买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已经就是 大家是不是 宏观调控发挥功效不是好事吗 可是你看搞得现在 大家怎么又在骂这件事情 你说这个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人为的压 那你只是把这个压力放到后面去 就是凡是调控的越厉害的房子 他将来这个再生的潜力 还是会很大 这个是历来是这样子 他刚才讲这个什么贷款欠钱 这个我最近看着一个新闻呢 就说不是说温州老板 跑路吗 说不要以为温州老板那么傻呀 好像说家破人亡了 他不是的 谁都会为提前为自己预作打算 不就是破产吗 你知道吗 他早把他的这个财产呢 很多种方法 现在在温州 你知道我以前就认识一个朋友 就是他就是专门温州人呢 特别抱团 他专门把温州人的钱 生意和人弄去欧洲 他也会被人家里面包 意大利的那些包 大部分是温州人做的 是吗 对 意大利的整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皮包工业 温州人在意大利是生活的很好的 他们贡献很大很苦 所以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喜欢用这些包的人 点穿一下他的制造背景 可以找找温州的老板 对吧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有房 你的家乡不是湖南城的老家吗 对啊 就浙江盛县 浙江盛县 是浙江盛县 浙江人 对对对 你希望碰见一个像你老乡湖南城那样的男人吗 我应该回去看一看 我没回老家看过 你真碰见你愿意吗 他们搞不清楚湖南城是怎么回事 知道啦 他怎么会不知道 是个台湾女人就知道湖南城 是吧 我不好评论啦 但是总之不要再讲这个 但不爱讲他老乡 来 我跟你讲咱们是房子的问题 这个前几次我们谈 正好就应在他身上 你看你啊 觉得在香港 你不敢做买房子的梦 对吧 对 那么你就租房子了 我觉得又停在租房 那你想一直这样吗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我其实就觉得就一直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因为房租的租金 他让我每一年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每年都在调涨 所以我的薪水跟不上 那个租金的速度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 少赚钱少赚钱 所以我应该要去买个房 可是我又没有 头七垮 那我现在就卡在一个 卡在一个就是最不舒服的时候 刚才薛老师给了你一个建议 不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不用吵刑 所以到时候男朋友这点 最基本的责任总是要尽的 你看这种 但不管有没有男朋友 或是对方有没有房 我就觉得 或许就像是刚才文涛说 那是个存钱的方式吧 就是中国人好像 但是还是有这种置产的感觉 我觉得他比较稳定 反正放在那边 总比交给租金 我现在就把租金扣掉 才当作我的薪水 我从来不觉得 我赚的薪水 是我报税的那个价钱 永远都要扣掉那些 长期租房是有一些坏处 对比方说你又不能好好装修 对 还有这个房东老给你找麻烦 对不对 过了一阵的时候 你想住了习惯了 他又不让你租了 对 你看我就发现 我脑子里听到的这种 永远有一个理想和现实 这个天边和眼前 你看那些个人像文道他们 总是义正词严的 就讲的跟欧洲人似的 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啊 干嘛不租房啊 欧洲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 他们都租房 他们去世界各地旅行 对吧 他们为什么要就中国人 就买房子土农民 对吧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自己啊 却总是觉得 哎呀 这么太吃亏了 过去那些年在香港 一个月一个月几千 甚至一万多的这个租金 租啊租啊租啊 太吃亏了 如果能够很咬咬牙狠下心 哪怕是跟谁借 我能够交了这个 首期 我剩下的不都变成是工了吗 是 这个 我觉得就是真正实在的 还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十几年 大陆是十几年 香港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实际的经验告诉所有的人 你买房还是总体来说 还是合算的 是 比你炒股票 比你存在银行里 比你倒卖股东 都比较实在 所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经验 尤其是中国大陆 你说中国大陆是90年代后 才开始有这个这个房产私有化这个 仅仅十几年功夫 现在都上海北京都跟纽约洛杉矶一样的 这么一个水平了 那你说没买的 没赶上这趟车的人 就是我写 专门写过我这个文章 你同样的收入 两个人 只是不同的理财策略 现在就两个不同阶级了 这倒是真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 到了这个年纪 是不是就应该 不要就是知道 在十年之后 跟大家差太远 好像就是应该要 有这个 有个有产啊 就是一个地方 不 你想想 作为女生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换出来说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男的 你在这样工作的话 那没房真是很大的问题 是吧 在做男生啊 对啊 你想想男人的 男人的压力 哎 我这我假设问你了啊 如果说你买了房 你自己有套房了 那么你你找纯真的爱情 你爱上了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自己买不起房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结了婚之后 他只有去 你们俩就住在你的这个房里 你 行啊 不会有想法吗 不大可能 真的可以 不大可能 多数的情况是 他那个房子到时候 拿出来放租 搞点私房钱 所以男人可不可以 你们可不可以 讲很辛苦很辛苦 男人也不行 哎呦 我巴不得呢 男人也不行 真的假的 对你一定不行 你一定觉得那个自尊受损 不会 我现在啊 转过来了 他要求你倒个垃圾 你就心里想半天 你们没收到那手机短新闻吗 咱们你们那个这个 这个年龄啊 太老了 或者说心态太老了 现在新生代的这个男人呢 早改变了 吃软饭不受歧视了 女人当爷了 你知道没听说什么饭爷之类的吗 就是女人当爷了 现在我跟你说我身边就有朋友 男人才华爵士啊 非常有才华的人 我们都羡慕他 说是因为有你的老婆 你过上了神仙一般的生活 这哥们就跟我说呀 很有才华的 对吧 但是最后比了比 还是老婆挣钱厉害 那慢慢的 他也是个这种 比如说文人吧 慢慢的也就发现自己 越来越不适应这个社会 就如果不是真的为了挣钱的话 哎 最后他老婆说 那你既然这样你就在家 哎呦 每天泡普洱茶 跟我讲 哎都日本买的铁茶壶 喝普洱茶 他说我跟你说 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想怎么样 那是因为他在家泡普洱茶 但他如果在家里洗茶壶的时候 他就不会告诉你 他是咸音沿河办的生活 家倒个垃圾 或者是老婆回家 起码要这个 来个三菜一趟 就做不到了吧 我你让我洗茶壶 我还是要吃软饭的嘛 我就要给你打工 哈哈哈 通常女生当家庭主妇回家 你就是要帮你洗茶壶 听懂了没有啊 吃软饭就得打工 吃了 软饭就是一份工 我还期待跟佑婷的日子 将来没法过 软饭就是一份工 槍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听总结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不是房价是软饭是一份工 上海人徐老师说的 软饭也是一份工 为什么叫软饭也是一份工 就是你不能不付出的 你以为那么舒服 其实这个我们想象 我们这只是想象 也许你说的我们这个太老土了 你现在新锐的是 完全是另外的想法 这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只能从 自己有限的人生的价值观里面 我就觉得这不是男人的初衷 男人总还是希望自己做的 至少不比女的差 对社会对女的有个支撑 有一个情绪上的关 有个经济上的资助 对不对 中国现在调查 他们的家庭主妇已经多十倍 但是呢 所有男人在当家庭主妇的同时 他也觉得自己不够man了 就是我好像不是男人了 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心理上的一个纠结 我跟你说 这是生理性的 没有办法 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高丸激素吗 这个现在 对不起啊 我不是 我跟你说的是英国科学家的研究 就发现这个男的 一有了孩子 高丸激素就下降 也就是说啊 这个本能 就是他的内分泌啊 让他不要出去乱搞 在当居家男人 特别是 甚至这个科学研究到什么 他抱孩子的时候 给孩子喂奶的时候 做家务活的时候 他的高丸 这个 不是高丸激素 急剧下降 下降达30% 下降达 就是说这个男人会变得 变成像公公一样 对对对 真的像太极 像公公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又听刚才说 要洗茶壶的原因 对啊 就让你下降嘛 多好的 你还这么高 你以前封建家庭 你这个七八个小孩吗 对啊 这个不能让你们这样 就是当你这个女主子 是吧 你养着我 你让我干家务活的时候 你就是在把我的内分泌 改造成为一个中性的 是 你看我的 我的各种雄性激素 就在 当我在洗茶壶的时候 它疼就往下跌啊 你知道吗 那你高 那你就去分级付款 干活干得多了 那你就付分级付款 干活干得多了 又一天一回来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娘 是吗 哎呦 真的会的 对 所以你要接受这样的话 我就愿意 就可以愿意供你 就是男人要愿意接受 那你在外边要努力干 咱们家能请一保姆吗 再请个保姆服务你 我跟我合作嘛 合作 总得有个保姆 跟我一块干活嘛 要求太高了 哎呦 天哪 你的女人 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你 对吧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 女人有钱的 或者说在各个单位里 你现在你出去看 很多公司的这个老总啊 这不就是女的 她们也是有男人 有老公 有男朋友的人呢 是 那么我看 你就关心的是 她们在家里 是不是洗茶壶是不是 不是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分工啊 这种分工 对 分工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 可能没有男女之分 只有个强弱 或者叫主动被动之分 因为一个那么强的女的 如果她的老公也那么强啊 就跟两明星一样 我怀疑她们怎么能够配合得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